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裡面扯到一個二階地毀 就是這個關係式 那這個地毀怎麼解呢 其實我們在處理一階地毀的時候就是怎樣 就是把這個常數項把它併進去 那這邊也是一樣的精神 就把它併進去 所以我們就兩邊都補一個加一 一補之後就發覺剛剛好湊成對 這樣子就可以變成是那個 這兩個剛好都是補進去的 所以這個就跟原本就會 我就看這個數列的時候它就是一個廢式數列 就是an加2加1就等於是廢式數列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關係去解 那再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比較不好湊 那不好湊的時候 我們就先來設一個未知數 到底要設成多少呢 那我們再把它展開來比較一下 就是說先設個α 我們希望把它組裝成這個形式 對 組裝這個形式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所以這裡消掉之後我們就可以得到 6α 6個α要等於1 所以α就等於6分之1 好 所以我們去α等6分之1之後也可以去做 那後面的計算就跟 接下來後面的計算就跟前面都一樣 好 但下面這個例子就比較麻煩了 因為我的α會消掉 就是說 我這邊如果只是設一個α的話 那你就會發覺是怎樣 對 剛好它 因為主要是這裡係數的關係 也是 α是它的特解的關係 應該說 1剛好是它的特解 我們先來寫一下 就是說 加上那個3倍的 an 加 α 如果我們想要把它變成這樣子 可是我們會發覺怎樣呢 α 減4α 再加3α 剛好是0 所以我們沒有 沒有多餘的數字去湊負2 這時候就會失敗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要再用另外一個方法來解它 Company Co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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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